首先我们用红外线打线 保证后续的卡扣在统一直线上 把卡扣旋转统一方向 检查导轨里面的统线 也调是否齐全 放入连接键用锤子敲入 把导轨对插安装好 检查缝隙 用电钻钻出线孔 放入输入模块或者内置电源 找小伙伴一起把导轨放置在天花 注意中间行缘处不要断开 逆时针旋转卡扣 使卡扣式紧在导轨内 检查每个卡扣是否卡牢固 检查导轨是否与边沿持平 通电测试导轨是否正常 这个步骤很重要 检查并清洁软膜 切割多余部分 开始把软膜压进磁吸轨道 注意胶条方向 用手摸出导轨位置 用电吹风加热软膜 注意不能局部加热 否则软膜吹窗口 需要均匀加热 一步一步用工具 把胶条压进导轨内 现在压第二边 刚开始先用电吹风加热 后面一边压胶条 一边用刀片划开中间的软膜 定做要压胶条的小伙伴同步 不能比胶条进度快 超过十厘米 故意不要划错 最后的收尾必须要慢 否则功亏一篑 搞定 放着灯具测试是否工作 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成果 靠上全新灰色的Hoodie 冷风吹着点看起来有点不理 搭乘的路线和裤子搭配都是咖啡色 引证出意的是脚上那双Penny 那是Old School穿过 有点急 有点急 我们 做